还算聪明 一两银子 听到是一两 苏巧秀肠子都毁清了 他把身上的钱袋拿出来 咬牙拿出一两银子 递了出去 然后火速上车 拿着一两银子 看着急速离开的马车 古兰知道自己心软了 希望这个姑娘能受到教训吧 儿子 这一两银子你收着 存在你的小金库里 娘 真给我 当然啦 你要说话算话 拿着 谢谢娘 拿着手里的一两银子的小家伙 很开心 忙拉出挂在脖子上的小布袋 把银子小心地放进去 另一边 吸取之前的教训 车夫马车依然赶得很快 但已经不敢再走神了 想了想 还是对车内的雇主说了声抱歉 毕竟 主因还是在于他 不是车夫大哥的关系 怪我 怕你吃亏 心急了 好在没出什么问题 雇主安抚的声音 让车夫心里舒服了些 就在马车经过一片林子不久 就要到达林间小道时 车里的人突然喊了一声 停 虽然不知什么情况 但车夫这两日已经习惯雇主时不时喊停 下意识地就把马车停稳 去那边 苏巧袖指着破庙的方向 行吧 雇主说啥就是啥 车夫勒着缰绳 控制着马匹 朝着破庙方向跑去 随着越来越接近 马车的速度越来越慢 车停在了距离破庙几百米 稍远 隐蔽的地方 走啊 车夫大哥 怎么了 你知道那些是什么人吗 应该是灾民吧 有什么问题吗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知道是灾民还敢过去 我劝小哥啊 还是别过去了 饿极了的灾民 可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 有的还会吃人呢 吃人两个字 犹如一盆冷水泼下 令苏巧袖激动兴奋的心情一致 或许只是梦 代入感不怎么强烈 所以苏巧袖根本就没有把灾民的可怕 放在心里 我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 必须要去 既然车夫大哥不想过去 那就在这边等我吧 我很快就会回来 破庙里 李家村众人远远的就看到一个年轻男子 往他们这边走来 不过也没有太在意 只是还没等他靠近 一只半人多高的大黑狗 突然从一侧窜了出来 吓得他脸色苍白 打压二压 听到动静 赶紧跑到大黑旁 看到了不远处的陌生人 两个小姑娘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并不说话 苏巧袖也看到马车旁两个丫头 想到梦里好像只提到救世子的人 带着一个儿子 看来应该不是了 不敢看一眼凶恶的大黑狗 既然不是啊 他一刻也不敢多待 赶紧远离了这片 次和会计之下 看公司 计划